Hello 大家好 很久沒有和大家在旁述留本 今天來到這個Willoughby的三房 Murvec 興建的 大家都知道 Murvec 在澳洲 是擁有這個最高的Rating 5分的 Rating 就叫做ICI-RT 即是一些Building Quality之類 Murvec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聽過 即是像香港的新鴻基那樣 信心非常保證 在這個這麼出色的位置 在Willoughby 很多人想住在Willoughby 無非都是為了那間校網 現在我們身處在這個六樓的三房 很快去拍給大家看 現在我在拍這間房子 就是主人房 然後對面會有一個客廁 然後那兩邊就會是 其實那兩間房子 那阿廳就會在那裡 那一件事我想說 如果你看Floor Plan 你會覺得這間三房子 一般的 炸了一些 為什麼?因為它有一條很長的走廊 看不見得到 但是它做得比較好的 就是它做得比較寬敞 即是它很闊 這個位置 所以雖然說保齡球 但是我覺得它做得比較寬敞 的情況之下 你不會覺得有壓迫感 那洗衣房在這裏 剛剛忘記了說 看不見得到嗎?很寬敞 你不會覺得是一個保齡球場來的 那現在我們去拍 第二間房子 那這間是一間普通的客房 那這裡有個study 那這個就是六樓的view 那我一會兒都會去 騎樓那裡拍給大家看 那這一個就是第三間客房 那這間客房是扔著 那個 啊 樓層的 那如果就這樣看一些 細節位 即是quality 它有些櫃啊 Bench Top 其實你看到它是 做美麗的 那這就是廳 那這就是廳 那廚房就是這裏 那其實這一間呢 就賣了的了 但是 Murvick那邊呢 就跟我們說 其實八樓呢 都有另外一間是一樣的 那高兩層 那當然那個 景觀會是 漂亮很多 那好吧 因為高兩層嘛 始終 那我出去拍給大家看 那現在這個呢 就是六樓的view 六樓的景觀 那其實它這個樓盤呢 不是說100%好 因為它還有一些公園啊 啊 建給residence 那這裏也會有一些停車場在那裏 那這些是室外的 OK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了 那我拍一拍 我找多幾個角度 拍完客廳 那就OK了 那其實 剛才呢 剛才呢 剛才我就 拍完Display的 一個三房的 Ground Floor Display 那那間就2.6mm 這個就2.9mm 那但是 兩個有不同的setting point 譬如說 啊 剛才Ground Floor 底層呢 它的Floor Plan會 帥仔一點 和寬敞一點 那但是 Ground Floor 就 就 啊 當然不會有景觀 那這一間呢 就Floor Plan就正常一點 啊 沒有剛才那間感覺上 空間那麼大一點 那但是這裏的景觀就漂亮一點 那還有Ground Floor 那個 那個廁所 不是 那個露台 也都會大一點的 因為Ground Floor 通常外面會有一個terrace 那我terrace一定是大個 樓上的那些 balcony 那 那主要就是這樣了 剛剛拍完的了 那洗衣房在我後面 客廳這裏 主人房這裏 兩間房那裏 那裏 那邊就是 啊 客廳 還有廚房 那和 sure 我不會問出 他很會 那這裏 那裏 這些 谢谢大家